二國四無景點 這裡沒有車道、電、水、廁所 起到現在的修道院 費用了三百年時間 世世代代守護最純粹的信念 他父母是保安員之外 而他的女兒也是這裡做導遊 用不同的身分守護著這個地方 超過三千枚的炮彈轟炸了這裡 戰爭是摧毀不了一個愛護家園的心 贏載旅遊起跑線最後一集 4月21日晚8時 歡迎大家收看大明大放 近來有很多司法覆核等等 法援署幫助很多人 今天我請來的嘉賓 就是法援署的署長莊恩東署長 胡先生你好 很多人說法援署是有幫不是有幫 是真的嗎 胡先生,謝謝你提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市民大眾有個誤會 以為我們批發援是很手鬆的 我覺得是很鬆的 其實如果看回數據 我們過往五、六年的數字看 在民事案件來說 成功率是不夠一半的 即是申請和你批的 沒錯,譬如一百個申請 可能我們是批41、42宗左右 徘徊在這個數字 去年還可能少一些 可能39宗 即我講百分之40都不到 所以我想不可以說我們是有批 不是有批 如果是的話 應該的數字應該有八九成 是吧 還有根據法例之下 其實我們審批是有一個很嚴謹的準則 所有申請人如果想獲得法援 要兩個審查才可以 通過才可以 哪兩個 第一,經濟審查 即是說你一定要你那個 你那個身家或者你那個收入 是不足以支付私人的律師的費用 即是屬於我的基層的費用 大概多少 譬如,私人律師很貴 可能他收入都不低 但給不起一些律師流的費用 其實我們法援的財務資格 其實是有一個很完善的準則 它有一個叫做財務限額 如果一般的案件 其實是四十多萬 但四十多萬不是說 我家裡的存款有四十多萬 而是說你將你所有的資產 再加上你的收入成一個數 然後形成一個所謂的財務資格 即是很科學化的 很公開的 當中有什麼項目可以計算在內 有什麼項目可以扣減 都挺複雜的 所以為什麼呢 如果申請人來申請發援 我們要跟他做一個比較詳細的經濟審責 計算他究竟是否符合到這個資格 那這個honest system 還是你真的會看 譬如我說 我銀行只有十萬 我有兩萬元股票 我收入多少 你會不會去verify這些東西 還是好像很多時候都應該的honest system 因為你找人去查這些比你更貴 胡先生說得很對 很大程度上 我們都很依賴申請人去如實 申報他的資產 譬如說他會提供一些文件 證明他的收入 或者儲蓄有多少 如果他是刻意 因為我們資源方面是有限 真的有限 我不可以說就好像私家偵探 走去去炒他的身家 所以我們只能夠要他做一個聲明 或者宣誓 你這就是你的財務資源 如果日後發現你有虛報 很大件事 你會扶上這個人事責任 所以這個我想很大程度上 是要靠這個申請人 是坦白向我們申報的 這是第一個規定 第二個規定是甚麼 第二個準則也最重要的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準則就是 案情審查 案情審查不是所有你離親的案件 總之你過了經濟審查 我就會批發給你 我都要看你有沒有合理的理據 去提出這個訴訟 如果這個案件根本不是輸禁的 或者是沒有贏面的 又或者是在雞無蒜頭的事件 你要政府去資助你 我們都可以基於這個案情審查的原因 是拒絕他的申請 所以是要符合兩個審查 經濟和案情的審查 所以變成我們的審查 是有一個嚴謹的制度在書 那案情審查你怎樣看 你是否有大批律師 好像律政司處那樣 看完這些文件就覺得 起碼有一半機會 可以的我才會告 大致上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處內都有我們專業的律師 我們會負責審批這個發文的申請 問這個申請人搜集有關的資料 他的案件牽涉到甚麼文件 同一時間在審查階段 我們可以向各方面 拿我們認為有需要的資料 甚至是對家 如果他正在打官司 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對家有甚麼說法 我們都可能向對家拿資料 或者第三方拿資料 然後有所有資料之後 再引用適當的法律原則 或者一些判例來決定 他究竟有沒有一個合理的理據 去提出這個訴訟 或者繼續這個訴訟 你們跟律政司處有沒有互動的呢 你會不會關心一下 喂 你們厲害一點 例如我這個案件真的有50、50個 都不知道幫還是不幫 會不會又問問他們呢 胡先生 這個絕對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在我們審查法援申請的時候 其實我們跟律政司是獨立的機構 或者部門 亦都沒有從屬的關係 沒錯 我們審批法援是根據法援條例 入面賦予我們的職能 去做這個審查 是由我們的決定 究竟有沒有理據 應不應該批法援出去 或者是否應該要拒絕 只是法律也有規定 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旦拒絕了法援 那個申請人如果覺得受誤的話 他可以向高等法院司法上無關 提出一個案件叫法援上訴 再審試一下我們的決定 是否合理 我們拒絕的決定 我想問你 他都沒有錢了 那他怎樣去上訴呢 那個法援上訴是不需要錢的 不需要錢的 不需要錢的 那個是我們會安排 總之他安排 行政上安排 是的 我們提供我們拒絕他申請的資料 給司法常務官再參考 即是司法常務官說 喂 法援處不給我了 我的氣不信 是 就不用自己再找律師 去做一大堆事 即是不用再拿錢出來 不用的 如果這個申請人 他被我們拒絕申請 他覺得我們拒絕得不對的話 他可以自己去申請這個上訴 我們會幫他安排 那個聆訊時間 準備一些文件 如果他那方面 有一些資料 文件上司法常務官去聆聽 他一樣可以去提交 而有一個聆訊 就由司法常務官 再一次審視他這個申請 是否我們應該批 如果認為要批的話 我們就要批 這些案件多不多呢 每一年 那個法援上訴的數字不多 說最多都是千多宗 千多宗 好像很多人 對 他們上訴 但成功率就不多 成功率即是譬如他們上訴成功 以往幾年的數字都是低於5% 那很少 證明我們的審批 好厲害 獲得司法常務官的認同 很多這些申請法援 會不會是基於一些 例如司法覆蓋 還是打官司要法援 司法覆蓋都是打官司的一類 只是在我們法援署所辦理的案件 有超過八成八九成 其實都是跟民生息息相關的案件 例如婚姻訴訟 離婚 或者子女婦養權的爭奪 交通意外 工商索償 或者意外索償 又或者租務糾紛 土地的糾紛 遺產的爭議 專業疏忽的索償 這些其實佔了我們的法援案件 八成以上 八成以上 而所謂司法覆蓋的案件 只是佔一個很少很少的地位 為何人們全部覺得你好像資助 這些司法覆蓋多些 你知道有很多人不斷司法覆蓋 又不斷拿你的錢 其實可能因為司法覆蓋 可能獲得傳媒的報告 比較關注 所以就算是數目不多 但每一宗都可能會比較吸引到很多市民的注意 所以以為覺得 很多案件都是我們法律援助之助 其實實際上是不是的 例如你剛才說到婚姻離婚 會不會兩邊都說你資助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你怎樣確保沒有關係 有的 我們有一個制度 譬如說 如果是兩夫婦辦離婚 兩邊都來申請 我們可能會就著 譬如說子女撫養權 又或者是財產分配的 扇養費方面 他們有爭拗 大家可能都有他的理據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把他的案件 委派給不同的律師去處理 可能兩間不同的律師樓去辦理 不會存在一個利益衝突方面的問題 說到遺產 譬如有一個人 遺留下來 遺產不少的 兩兄弟去爭 那你們會考慮 其實你贏的話 你可能有幾百萬 已經是不符合你當初的 幾十萬的經濟資格 法律上規定 如果一些財產 財產屬於爭議的標的 標的的 subject matter 就不會計算在財務資源中 但是若然日後 這個受助人 他能夠成功贏了 拿到財產回來 其實他要在財產裏面 要補償我們 和他支付所有的律師費用 譬如我現在真的不夠你的財務資源 請法援幫助 贏了幾百萬回來 我就要計算 其實你法援處幫我出了幾個律師費 他會給你全都給 這是所謂法援條例中 叫做處長第一壓記的規定 因為政府納稅人幫你資助 你打官司 你贏了 你贏了財產回來 你不可能一個先都不需要 給我們 你就拿著你的賠償 你的訴訟成果 去走出去 如果贏了cost 都是那邊給 那沒事 那根本就OK了 如果你贏官司 這就是我長大的地方 大概住了40多年來香港 環遊香港,全程廣東話導航 我是香港人,所以我們吃中菜 最終喝這道菜 一群正通多國語言的香港人 很多群民 連接其他人關於小數族裔 但真正身分 是總有一個在附近的異鄉人 現在有個新身分 就是九龍城區的區議員 很完美的混合體 我們都是香港人 今晚8時,ViuTV Rejoice,洗髮路三效合一 輕盈、幼順、不無躁 加上臉充洗護髮 輕鬆幼順,48小時 Rejoice 很厲害了 反應要靈活 賺錢要靈活 富途現金簿 何時擺,擺多少 擺多久,都夠靈活 平均回報5% 開戶額外5%獎賞 富途現金簿,靈活又賺到 HKMA,ViuTV及NowTV 結出市場策劃獎 作為市場推廣界奧斯卡 每年都吸引眾多市場推廣界 精英和機構 參與市場策劃獎項 和個人獎項 去年的最後10強 獲得NowTV金獎、銀獎 銅獎、卓越獎和優異獎 他們展示出非凡的市場洞察力 運用先進的數碼科技 和創新意念 制定全方位的市場推廣策略 有效提升品牌知名度 為企業創造界值 繼續得到業界的鼎力支持 今年同時在市場策劃獎項 和個人獎項均表現出色的機構 將獲得最高榮譽 結出市場策劃機構獎 把握機會 快點報名參加 HKMA,ViuTV及NowTV 結出市場策劃獎 展現你的市場推廣實力 國際創科營商周 4月在香港隆重舉行 重點活動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合辦的 香港國際創科展 緣集450個 來自13個國家地區的展商 展示智慧生活的創科成果 拓展環球相機 還有由創科的工業局 和數碼港合辦的數字經濟峰會 提供一個交流平台 探討數字經濟的發展 國際創科營商周 現場盛事 匯著全球創科人才 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吃什麼? 吃得好一點 又是你請嗎?老闆 難道是你請嗎? 我吃法事本 你放心吃吧 和宋一位信德國 現在Plus會員連續十張單 叫指定餐廳滿 12元單單減50元 開APP落單 為甚麼我減30元呢? 你不是Plus會員 老友記 你們申請了 選擇了落油卡嗎? 2024年8月25日起 60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包括合資格殘疾人士 必須使用落油卡 才能享用兩元乘車優惠 還未有落油卡的 就快點申請 未滿60歲的合資格殘疾人士 就不用換卡 詳情看網頁或打 3147-1388查詢 有關ROUNDS 來減聚�' 焗蟹的意思 是我錄燒蟹 拍攝或表演的途中 Lynn可以享受 為甚麼螃蟹不能拍蝦 因為燒蟹時吐白泡 然後… …就像吐白泡 Megong 像叫 пару 我經常來問中學同學 這裡購買甚麼 白泡 Florian 你有偏見嗎? 澳岩vl chapters 很健康 晚吹, 控肚講宵夜 星期三晚11時半, ViuTV Viu是一個很健康的人 有些東西可以選擇不吃 然後可以取捨, 吃多一點這些 左手還是右手? 其實兩隻手都要 城市人當中來說, 算是多健康 城市… 城市六州 胰臟癌有聽過嗎? 我知道經常忍著不去廁所有問題 胰臟癌可以說在很多癌症之中 比較難診斷, 最重要是症狀不明顯 現在Viu是榜樣外 是啊 到地極品解查特約 我想身體健康 ViuTV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大明大放 今天我的嘉賓是法律援助處處長 莊恩東處長 Chris 很多人說假難民 那個案件令到法門被你濫用 你在這個法門處這麼多年 怎麼看呢? 其實我想這也是市民 但還有一些誤解 因為所謂假難民 我們叫做酷刑聲請的難民 他們來到香港 經過入境處一個所謂的因別政策 認為他不是難民 接著他有一個程序 就是在入境處那時 有一個叫酷刑聲稱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 那個時間都不是我們發援之助 而當他的申請被這個上訴委員會駁回之後 他要就這個決定 申請司法複合 到其實他才會來我們發援申請 然後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複合 複合這個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什麼叫酷刑呢? 很多觀眾不是很明白 酷刑 酷刑 他們很多時候有個說法 就是回到自己家鄉 會面對一些政府方面 官方機構的迫害 但又不是難民 其實很多種的分野 這方面詳細來說 都可能要很多時候研究 但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剛才說 如果這些難民來到我們申請法援 其實過往幾年的數字不多 是說三、四、八個申請 三、四、八個申請 每年? 每年 相對於 聽說在入境處積壓的一萬幾千單 其實的數目真的不多 再加上三、四、八中申請入面 我們只是批給法援的 是七十多單 七十多單 相比於我們整年民事案件 九千多一萬個證書 那裡的百分比是不夠百分之一 即是很少 是的 譬如你法援處 有刑事、民事、司法、福克 這些假難民 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在民事最多 如果在民事來說是會多一點 民事來說 我們的證書大概是九千多張證書 是去年來的 是2023年 而刑事方面相對少之 大概是三千多個證書 總共共共有1萬2萬 而所謂的藍民是民事中的一小部分 是七、八十個 司法福克多不多? 其實都是八十多的 都是八十多中心 即是不多 不多的 法援處是資助很多司法福克 很多司法福克大家都知道是很無聊的 是的 你強行 我便要和你司法福克 要玩你了 是的 但你要去幫他們 是的 當然因為某些原因有理據 我們會幫 但是幫的數字真的不夠百分之一二 而我們的經費方面 亦都是使用在司法福克的案件 不夠百分之三、四個百分之三 即是很少 是的 OK 我想問國安法23條 那這些法援會資助的被告呢? 因為就算是國安法也好 或者其他案件也好 都是屬於刑事案件 在我們普通法的制度之下 因為香港仍然原容普通法 沒錯 亦都按照一些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 所有面對刑事檢控的人士 都一定應該要有一個法律代表 去跟他抗辯 所以基於這麼大的原則 我們無論是什麼刑事案件 包括國安法23條也好 如果有人申請的話 他會符合到那個經濟 如果他面對檢控的話 只要他過了經濟審查 我們就可以批發還給他 因為我不會跟他去評估那個案情 你會不會被人告入 會不會定罪 因為你是無罪推定的 那個原則 那時候就已經是 假定了你是應該有權去抗辯的了 我想問 譬如其他刑事 你會不會過了經濟那裡已經OK 還是刑事裡面分開兩種 一種是國安23條 一種是另外刑事 如果刑事要分開 我只可以說兩種 一種就是審訊 一種就是上訴 剛才我說如果是審稅 你面對一個刑事檢控 面對的審訊 只要你通過了經濟審查 我就要批發還給你去抗辯 就不需要跟你考慮有什麼案情 好了 一旦你定了罪之後 你要提出上訴 到時就要考慮你究竟有沒有上訴的理據 那時候在上訴的階段就要考慮案情審查 所以是有這樣的分野享受 那我想問 你的工作很繁重 你整個法援處有多少人 我們的法援處其實不是一個大的部門 在政府的架構裡面 我們大概有560人左右 這麼少? 我們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 你整個萬多個個案件 每年你說的 民事刑事加上 Clean crime加上都不少 胡先生說得很對 所以我們的同事主要是負責審查的工作 那萬多個申請我們都要審查 審查完之後批出去的法援案件 我們就會外判給外面的私人執業律師去處理 因為我們不可能做完每年過萬宗的案件 而我們的律師同事就會負責監察案件的進度 你們是監察者 你們不會跟他幫他上訴 我們不會參與訴訟 不會給予意見 因為他已經有律師代表 但我們有個責任就是要監察案件 有適當地進行 沒有延誤 使錢方面是用得其所 不可以亂使錢 最重要就是 這件案件做下去繼續有贏面 如果不是我們中間可能要停了 那有沒有選擇律師樓或律師 分開民事和刑事是不同的 因為在民事案件來說 我們的條例裏面有一個條文 就是說那個受助人可以提名一個律師給我們 他自己提名 是的 沒錯 這方面我們都會考慮很多因素 盡量都會遷就他的提名 為甚麼呢 剛才我說過 我們其實好像民事案件來說 最後他要付錢給我們 即是打完官司贏了 要付錢給我們 既然都是用他自己的錢給我們 容許他選自己律師 其實這個都有合情理 所以我們民事方面是有這樣的制度 但是刑事就沒有了 因為刑事不牽涉到拿到賠償回來 以及刑事方面 都沒有民事案件條例那裏說明 你有一些提名 所以現在來說 是我們一直以來講 都是我們直接找律師幫他 去辦理這個刑事訴訟 OK 先說民事 你有沒有一個律師樓或律師 還是他除了這個 他可以自己提出 我們發援處是被傳了一本名冊 所有有興趣參與辦理我們發援案件的律師 都要申請加入這個名冊 才有機會可以獲派案件 如果這個人說我要求那個律師樓 不在這個list那裏 那怎麼辦 如果不在這個list那裏 我對不起我派不到案件給他 不過他可以在這個list那裏選 他可以在這個list那裏選 是的 沒錯 那有沒有一些 statistic 大概香港律師裡面 大概有多少個你們的list 我們有的 我們的律師 香港來說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 大概有過萬個事務律師 但是在我們名冊上的律師 可能是說兩三千位 就不是全部都有興趣 接辦我們的案件 那大狀呢 大狀應該都是有 大概一千位左右 或者是一千鬆的位 是的 是的 當然在我們的法國 就是說年資淺的會比較多 是的 年資深的就不是太多 是的 很生意 很生意 很希望有案件可以 律職經驗 以我了解 你有限制每個律師 每年可以接多少個案 沒錯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 其實每個律師事務所 你都能夠限制他們 就是讓那個spread 是even 一些 因為我們明白到 香港律師的運作 是有一個獨特性的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這麼多年 那個委派律師的操作 都是以律師個人 做一個基礎的 因為你這家律師樓的人 可能會轉 但是他也可能會有離職 或者轉到另一家公司 所以我們是以個人來做一個基準 每一個律師 是應該可以接多少個案件 就不是一間 律師樓可以接多少個案件 不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你去制定 每個律師可以接多少個案件 會不會考慮 其實這些律師 是否一個很忙的律師 一個做很多個案件的律師 那你說 喂 還是每個律師一樣的 十個就是十個了 不管你是大律師樓好 小律師樓好 還是你也有一點點分別呢 因為這個都視乎 那個律師他自己 覺得自己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時間接這個案件 如果他說可以接的話 我們就會跟回制度派給他 即是他可以推的 他可以推的 雖然他立訴 是的 你派給那個 Sorry 沒錯 我太忙了 沒錯 沒得做 沒錯 如果你太忙 你又照顧不到這個案件 但你強行接了來做 到時做到很不妥當的話 到時我們就有機會會是將軍 對你 可能會將你擺入一些 表現不良的紀錄 的裡面 下次你想接案件 就可能有些難度了 好了 你們有沒有Quality Control 就是派了一些律師 派了一些大眾 會不會有一個Unit去看 其實他們做得好嗎 有 然後之後就不派給這個 有 因為大哥 你好像很麻煩 一定有 剛才我都提過 這個案件批了出去 給一些外判律師 我們的律師同事就要 負責監察那件案的進度 是不是正常的推展 有沒有亂花錢 如果發覺那些案件出了問題 最後輸了 或者是有些問題 令到公帑有損失 我們會審視究竟這個律師 這個外委律師 在處理這個案件 有沒有做得不妥當的地方 然後就會與他解釋 做一個判斷 如果他做得不好